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雪铁龙的保值率真是惨不忍睹 而且在我们这个地区好像雪铁龙的赛斯店已经要黄了 从这个角度上讲还买CRV吧 为什么呢 保值率非常好 而且现在它一个月的销量快赶上天翼的一年的销量了 相信群众吧 一定没错 胡老师 近期想买一辆轿车 看了雅阁和凯美瑞 就在这两辆车里选一台 预算的话在落地24以内 想买混动 觉得那驾驶感觉太舒服 但是又担心后期出毛病麻烦 雅阁混动近期又把EVT有问题 转向有问题 凯美瑞又有 机油乳化 增多 我的坐标成都 真不知怎么选了 请胡老师解答一下 谢谢 是这样啊 这个丰田的混动系统非常值得称道 就像你说的2.5的这个混动系统确实出过问题 雅阁的那个新混动系统确实是轻输于蓝胜于蓝 二选一 我建议你买雅阁吧 2.0的混动的雅阁表现得非常不错 你说的CVT还有转向 毕竟是一小部分 小概率实现 不用担心 你好 胡老师 我是东北极林市人 想买一部SUV汽车 在ERV融放 探月这几款中纠结 您能给个建议吗 市区开车多 市区还是买2.0自吸的吧 从这个角度上讲呢 1.5T的CRV和2.0的融放都可以啊 你要是跑长途的话 我觉得探月是可以推荐的 三选一我推荐2.0的融放 它的入门级中配配置就非常高了 新一代的车身安全性 动力也都够用 希望我的回答能帮到你 好 今天的老胡问答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跟汽车相关的问题想问老胡呢 可以关注我们 头条号 呼喊汽车 点击并留下您的问题 老胡会在下一期节目中为大家做一一解答 请大家继续观看